国足备战世界杯预选赛 同日本和越南两场比赛的名单即将正式的宣布 中国队为了备战接下来的比赛 预计先期会招入40人的大名单 然后通过热身和训练再将部分球员剔除 由于招入的球员非常多 所以就需要有更多的教练来帮助李肖鹏进行人员的筛选 在此之前 多家媒体已经爆料指出 以政治和少嘉一以及赵俊哲 李靖宇为首的前果角 将会进入到李肖鹏的教练组当中 担任临时教练的角色 来帮助李肖鹏进行人员上的筛选 但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不分资历了 但是在中超联赛当中 表现并不是很出色的果角 可能会因为这样的选拔制度 而重新赢得起死回生的机会 首当其冲的就是有着国安吉祥三宝之称的 张希哲和于大宝 这两位球员在国家队的资历都是比较老的 特别是张希哲 在上一届的12强赛当中 就是中国队的绝对主力 李皮和高宏波都对他非常信任 结果他交出的答卷是十场比赛 零进球零助攻 这次的六场比赛 他交出的答卷又是零进球零助攻 他在比赛当中 不给规划球员不传球的荧幕深入人心 明义认为他应该被李肖鹏放弃 但比资历 他无疑是中国队一位老资格的球员 而且在这种小规模的集训当中 他的表现往往都很突出 此前李铁就曾经公开表示过 张希哲每一次训练都非常投入 可问题在于 他无法给中国队带来持续性的发挥 包括在中超联赛当中 他在北京国安0比5输给广州复利的比赛当中 表现惨不忍睹 可即便如此 集训很可能会让张希哲赢得咸鱼翻身的机会 所以这样一来呢 政治和少嘉一 以及赵俊哲等人就必须更全方位的评估 集训裹脚的状态 以便为李肖鹏来临选出最终名单 李肖鹏相对来讲 比较善于提拔年轻人 媒体透露在联赛当中 表现出色的严顶浩和高天义等人 都会入选的大名单 所以最终决定权还是在李肖鹏的手里 就看李肖鹏敢不敢于拿下在联赛当中 在实战当中都碌碌无为 但是集训却是一把好手的张希哲了